安波澳门市民日报奥文 2023年4月27号 曼城玉吞仙单上月亮 本周中 英超加开快车 其中被誉为英超征冠天王山之战的曼城主营阿仙奴云役 将会在周四凌晨展开对话 曼城近期状态好到某朋友 英族碑 欧关联以及联赛三线齐头并进 而且阵容还趋于完整 此番主营近期遭遇三联合 且后防主力军商缺的枪手 蓝月亮主场迎波不成问题 曼城近况状态好到不得了 球队对上一次输波是2月6日不敌热刺 而上一次主场输波 还要追溯到去年的11月12日不敌兵福特一役 蓝月亮过去12场各项赛事取得11胜一合的出色战绩 其中三线作战的他们 英族碑已经杀入到决赛 欧关联一来到准决赛 至于主场战绩方面 曼城过去15仗主场赛事取得14胜一合 目前更处于12连胜中 对曼城来讲 本场天王山之战 将会是一个真正的冠军与伪冠军区分开来的关键战役 毕竟目前比枪手少赛二轮的蓝月亮只落后5分 考虑到曼城拥有丰富的冲冠经验上赛季以及2018-19赛季军一分力压力物浦蓬杯 久经沙场的曼城甚至可以开始憧憬他们六年来的第五个联赛冠军 尽管赛前戈迪奥拿人谦虚表示 失意交手阿仙奴犹如一场决赛 对手是全英格兰最好的球队 但事实上 曼城三线阵容面军完胜枪手 尤其目前阵中只有一吨阿基一名伤员 阵容趋于完整的情况下 爱宁夏兰特和齐云迪布尼领衔的中前场星光熠熠 同时英族背大眼帽子戏法的利耶特马列斯状态一绝佳 至于鲁宾迪亚斯和爱美丽拿朴迪领衔的后房经济联赛军场失球数只有0.93个 需要指出的是 本场比赛对爱宁夏兰特个人而言十分重要 本赛季战至目前 挪威前锋42场各项赛事已经攻入48球 其中32个联赛入球已经停了英超38轮制的单赛季入球记录 如果是一词子能够取得入球 那么他将打破这一记录 如果能够没开二度 那么他将会成为本赛季第一位各项赛事入球数迈入50球大关的五大联赛球员 无论从哪一方面 曼城都无可挑剔 看好他们失意能够逐场取胜 阿歇奴仍然是联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他们始终坚守着夺冠的初心 并以某种方式去对抗曼城这架冰冷的迎波机器 同时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主帅提供了一次实践的机会 让他有时间来打造他心目中的球队 但这种放任的尝试正在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从阿歇奴角度来看 他们有些比赛的过程实在太过艰难 经济客栈阿士东维拉 主营班尼茅夫的神奇逆转 上轮最后时刻连入两球破和休闲盾等 虽然这些场次会令球队情绪得到释放 但在赛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枪手皮态已经尽险 对他们而言最不利的地方在乌后防 在傅安健阳和威廉杀猎巴受伤后 阿歇奴的防线看起来很脆弱 甚至有些不堪一击 最近三轮保底是二球 且无论上半场领先 还是落后最终都与对手战合 尽管阿迪达赛前表示 球队必须击败曼城 但这一目标谈何容易 英超对赛11连败犹如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上一次做客击败曼城 已经要追溯到2015年的1月18日 以加比尔马田利尼 布卡越沙卡 马田奥迪加特和加比尔杰西斯 为首组建的封线群实力和经验 与曼城相差 不是一星半点 既然阵容面上比不过曼城 那么唯有将希望寄托在精神属性上 毕竟加比尔杰西斯和奥利辛特先真高 是一面对老东家 这二人的表现 同样将会决定枪手失忆的胜负走向 无论如何 如今的这只阿仙奴婆 有强弩之末的味道 此行唯有尽人是听天命 阵容方面 还有中场穆罕默德爱兰尼商缺 你收听紧开季安波澳门 那个短片戏由市民日报连同安波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同埋订阅我的开频道 小月